撒摩尔纪 上 第三十一章 菲利士人与以色列人征战。 以色列人在菲利士人面前逃跑,在基利波有被杀扑倒的。 菲利士人紧追扫罗和他儿子们,就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、雅比拿达、麦基书亚。 势派甚大,扫罗被弓箭手追上,射伤甚重,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说,你拔出刀来,将我赐死,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赐我,凌辱我。 但拿兵器的人甚惧怕,不肯赐他,扫罗就自己扶在刀上死了。 拿兵器的人见扫罗已死,也扶在刀上死了。 这样扫罗和他三个儿子,与拿他兵器的人,以及跟随他的人都一同死亡。 住平原那边并约旦河西的以色列人,见以色列军兵逃跑,扫罗和他儿子都死了,也就弃城逃跑。 菲利士人便来住在其中。 次日,菲利士人来拨那被杀之人的衣服,看见扫罗和他三个儿子扑倒在基利波山,就割下他的手脊,拨了他的军装,打发人到菲利士地的寺境,报信与他们庙里的偶像和众民。 又将扫罗的军装放在雅斯塔陆庙里,将他的尸身钉在博山的城墙上。 激烈雅比的居民听见菲利士人向扫罗所行的事,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就起身走了一夜,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从博山城墙上取下来,送到雅比那里用火烧了。 将他们骸骨葬在雅比的垂丝柳树下,就近十七日。